平川舒冷静天天聊慕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多人运动 也是一场高质量的2-1-2对抗 有Fry加Infei的组合 大战120还有小KK的一个组合 希望大家喜欢 好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2 出身在地图左边是蓝色的人族Infei 那Infei选择了用人族来打 非常重视 好他的队友就是Fly 百分百 那这边是人寿的一个组合 好他们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边 红色的亡灵Origi 也就是120啊 目前我们国内最顶尖的亡灵选手 以及他的队友小KK 小KK是公认的2-2非常非常强的手组选手啊 小KK的战术方面非常非常的有东西 好我们看一下奔川对抗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小KK手法的是健身 120这边说法的是DK死亡骑士 Infei选择的是人组 这边Fly选择的是先知 一般来说啊 兽组比较喜欢用先知 先知比较灵活一点 剑圣的话可能会比较的脆 但是打残局剑圣非常非常的强啊 好 人寿大战兽鬼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双方的一个博弈了 开局的话120排一个小士绅 侦察到了Infei的一个位置 懂了啊 只要侦察一个点位 就知道队友是吧 什么情况啦 好我们看看这边 110的话选择的是狗流勘 没有放坟场 那开局还是慢慢练及 Infei这一边的话还是敲民兵练吧 一般来说人组在这张地图呢 还是速练三级 后面找机会去压一波 回来的话也选择练及 好 开局 双方四个人都选择练及 那接下来就看看双方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 Infei派一个Footman去侦察一下 刚才的话是120侦察 这边Infei也去侦察一下 看看兽族怎么一个开局 好嘞 这边的话 也被这边的一个小士绅勾了一下 打断一下Infei的练及节奏 野怪跑出来 好 Infei的话Footman看见 诶 小KK居然首发剑圣 剑圣这个英雄 说话前期还是比较的脆的 好Infei我们看一下 这个点终于是练完了 这个齿座勇者小士绅 把他给打了 否则疯狂的勾野怪勾得好烦 诶宋爷 哎呀 好 我们看一下Infei 家里的话暂时没有去升本 Fly倒是升本了 小KK升本了 120也升本了 目前来看 就Infei没有升本 哎 Infei的话敲了一波民兵出来 看看Fly的一个走位 哦 Infei还有Fly 他们选择TR 把小KK给TR掉 小KK 选择健身 还是比较怕TR的 好 大法师到了 现在有较大 现在有辉光光环 先知也是一路跟罗过来 那这一波 看一下啊 人兽TR 兽鬼 先知 大几猎头 这一波的话 120小狗也拉出来了 我看见了人足敲了民兵 那这一波看看能否守得住啊 双方现在野外 大战300回合 Infei这一边的话 我们看看 哇 小KK 已经拉出了七个小苦弓 七个小苦弓 防TR 这一波小苦弓 先卡一下位置 好 双方的话 一方面做好了进攻 另外一方面做好了防守 小KK贴个加速 小苦弓 小围杀先知 诶 这边 先知先知 会被围住不 好 先知的话 有隐身斗篷 关键有隐身斗篷 救了自己的命 这一波 双方继续进攻啊 看一下 健身的话 一直消耗一下 先知的状态 先知的状态一般般 大法师的状态也一般般 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 好 Infei民兵 刚才敲了一波 现在又敲一波 要把TR进行到底 小KK这一波的话 也是拼了啊 小苦弓 拉出来防TR 小苦弓 围杀 卡位都很关键 也能吸收很多的一个伤害 好嘞 这一边的话 Fly 还有120 两个的硬钢 小KK的剑胜 也在疯狂的输出 那这一波 我们看看人口啊 人兽组合 现在的人口是62 那一边的话 是55 还是人兽组合的人口 稍微多一点点 先知要小心 先知的话 硬扛的剑胜 好几波输出 好 Infei 这边的小农民 还是想在造塔啊 两个人的话 双方一直在互相拉扯啊 Infei 大法师 好 这里Fly在前线 造了一个商店 非常的关键啊 有商店 把补给的问题 给解决了 另外一边 这边小KK的话 小苦弓 刚才是稍微到位的 牵制了一下对手 但目前来看的话 压力还是很大 好 二本升好了 Fly二本 选择的是 那家 120 二本之后 选择的是 黑暗游侠 黑暗游侠 点这边的农民 会站起窟窿 哎 这一波 看看能否防得住 两根塔即将升好了 好 Fly的那家 也过来了 那家一过来 这一波很凶 哎 小KK感觉要被TR掉了 Fly这里也在偷偷的造塔 剑胜没有状态 剑胜的话 现在哎呀 赶紧吃个血瓶 Fly这里提前撒粉 但是剑胜还是吃出来血瓶 好 这个塔会被点掉 但是硬肥的塔 好像可以起来 剑胜的状态 有点差 富特曼的数量越来越多 完了 开局五分钟 小KK感觉被拿下了 那现在小KK的人口是23 小苦工的数量占据了不少 那这一波 完了完了 小KK被TR掉 那120这一边 120现在是升三本 小狗这里也好 中间在结冰 那英肥的塔继续往前造一造 这一波 剑胜还是要拖一点时间 来一个富特曼 要不一刀把他切了 富特曼升好了顶盾 人称小钢铁侠 那小钢铁侠非常的硬 剑胜硬钢是打不过的 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 小KK的剑胜身上没有TP 那小苦工要全部送掉吗 小苦工能不能走 好像走不了了 这一波剑胜 能不能把先知给打死 先知闪电链一跤 一刀下去好 剑胜的话突围了 还成功把先知给秒掉 这一波先知秒了 影响不大 看看小KK能否小苦工逃出一两个 逃出一两个 外面的话还可以造点东西 好 这里所有鼓励 追上这边的小苦工 好 与此同时 有个小苦工跑了 可以 有个小苦工跑出来了 去摇20家里 稍微避避风头 这个小苦工大马上 还想去追杀一下 那另外一边 摇20过来进攻 英飞了 哎 怎么办 英飞现在的话 民兵一敲 我有黑暗游侠暂 民兵可能会变成骷髅 这一局也太刺激了 弗拉雅还有英飞 把小KK的家 T2掉之后 那摇20的话 就队友 直接去英飞家里进攻 好 英飞这边的话 还在追杀小苦工 我们一看 这边还有一个小苦工 120好 健好就说啊 小狗在里面骚扰了 然后回家 还是要守一守的 这个家 还是要一守一下 来 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 120能否守得住啊 家里三本好了 红塔有 冰塔也有 应该是守得住 健身还想追杀一家 那家好 那家多塔下面 那这边 派一个Footman处理过就行了 因为现在小KK家里采不了钱 好 Footman过来 哎 去杨恩里家里 多杀点农民 把你的经济给告崩 这一波 英飞要过来造塔吗 既然是现在一丝血 有药膏一贴 这一波的话 120 家里有三本 三本之后 后面有没有机会EVR 小KK现在还有两个大忌 再加上一个英雄 哦呦 小心 大忌想点点好水元素 可以打一个 打掉一个大忌 不错 这一波的话 Footman里面还在杀120的小农民 目前人口 我们看一下 人兽组合 现在是64人口 那一边的话 是48人口 兽鬼组合的人口 非常的低 120 看看能否扛得住 120现在的优势是有三本 好 狂狗已经生好了 120 EVR 好像能撑住 哦 刚才这边也离不开 小KK三级剑胜的一个输出 好 这一波撑住了 那这边的话 这个基地 不忙 一个大忌 一个Footman可以把它解决掉 那怎么办 因为Fly的话 好像拿120暂时没有办法 那接下来家里的防守要做到位 不能够让对手反扑 Fly家里的话 没有招塔 但是有地洞 地洞比较的硬 因为家里可以多招点塔 这里的话可以考虑啊 有资源把这个框给开了 不过这个框开起成本很高啊 你必须在这里再补一点塔 才有机会把这个框给开掉 好 120 要反打了 120 现在乌鸟的话 暂时没有抚球 好 来 英斐加零 英斐加零 现在只有一根塔 完了 这一波的话 要守不住的 那两个人要回来一起守不 Fly和英斐 看看要不要回来一起守 120的话 DK身上有TP 有TP的话 只可以往前冲 这一波很凶 谁回来了 大瓦斯 单传回来 暴风雪 Fly的话TP回来 这一波120要加TP了 看不能尽量拖一点时间 闪电链 再加暴风雪 这个火力有点凶 120还不TP吧 这里所有火力啊 健身也过来了 想法杀先知 Fly的话好 交个无敌 这一波小KK找机会 能力非常的强 健身健身 会不会倒 好健身 跑了 没有阵亡 这一边一发C NC把先知给秒了 哦 这一波团战 120还有小KK 打得很不错啊 即便被逼动了 照样秒掉了一个先知 哎 两个小狗 狼奇能不能往一下 留他一个 好 留一个 那拼完这一波 我们再盘点一下 双方的一个人口啊 Fly和英斐 现在是掉到了57 那一边还是48 哇 不死足好像没有死兵啊 怎么办 现在因为他们的优势 感觉不明显了 甚至有点劣势了 这一打二也能打赢吗 好 健身小KK 现在就一个健身 加一个大击啊 一个健身 加一个大击 现在呢 这个火力还是可以的哦 好 健身升到了四级 DK的话 有个回二戒指 小KK的话 好像还有小苦工 嗯 可以 小苦工在外面 造了个商店 健身后面 补给起来 比较方便一点 那另外一边的话 这边福德曼还在 清理这个二本建筑 好 双方再一次效应 现在120的话 DK的等级也起来了啊 尤其这个健身 也比较灵活 健身升好了分身 分身也是有输出的 现在猎头 没有升三本 比较的脆 哎 Fly这一波 哇 怎么办 Fly这一波的话 先知还没有复活 那哪家带的兄弟们先跑 但是你跑的过程中 猎头一个一个倒下 这10这边的等级越来越高 小KK的健身也是四级了 小KK表示 C了啊 我这边踩不掉钱 但是我健身配大技 还是很有发挥空间的 因为二发了一个圣骑士 好 我现在要把自己的兵给奶住 这边 小KK的健身分身 过来侦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 Fly的话 哎 那家带的兄弟们 又过来这里搞一波 先知啊 终于是复活成功了 来 跑家 狼奇后面可以跑一跑家 比较的灵活 那家身上有TP 失败行 实在不行 要TP了 哎 这一波 10还有 小KK回来了 好 走走走 这一波的话 还是狼奇打下一刻 DK省到了四级 无油不死 速的等级是越来越高了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 升骑士没有到二 先知的话 三级被秒了恩色 先知这个英雄 还是比较的脆啊 好 这一波打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人口啊 Fly还有N飞又报到了将近80人口 那一边的话50多人口 50多人口 但是对手不死足 不死足这个种族啊 打到后面EV2的能力去也是强啊 好 已经开始出赠物了 哎 这里要把这个分框给抢回来吗 嘿 这个小鬼公回来了 哦 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塔给拆了 好 暂时没有 还在练 这边是不是侦查到这里练几 过来搞一波 哦 跟过来了 那这一波练大点好 幸好练完了啊 升级是打了一个灵巧头金 这边看看能留下几个单位 N飞这边的话有TP Fly这边没有TP 好 N飞这边可以掩护一下 兄弟们撤退 黑暗游侠有点凶啊 一个人挡在前面 想卡位置 哦呦 哇 一丝的血 血皮加C 抬回来了 那这一波的话 想杀黑暗游侠 没有杀成功 Fly和N飞有点崩 现在不死足 后面的补给非常给力 小KK的剑身 也很灵活 好 这里又补给一下 看能不能把剑身给留下来 哦呦 两个都是分身 真身啊 在这 跟120会合一下 120现在的人口 50 小KK 10人口 诶 10人口 这边开始不消苦功了 好 英飞的话 边侧想练一个点位 但是现在的 哦呦 对手这个火力有点凶 圣骑士 顶个无敌 但是火枪倒下 哎呀 打到后面的话 正面完全打不过啊 不死足的话 有毁灭 有憎恶 这三英雄的等级也很高 搞了个大篮 给DK 这一波的话 大法师好 还是选择TP啊 圣骑士 还是被秒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英飞现在31人口 Fly的话42 加起来73 那一边也是60人口了 怎么办 磁箱 比掌之下 双方现在一个火力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 感觉120 现在EV2非常轻松了 大法师 就一个英雄在这 升级时慢慢复活 那另外一边的话 Fly是只能跑家啊 因为正面打不过 那只能跑家 那这张地图 说实话不是很大啊 不太好跑 而且小KK这边 还有个剑身 剑身各种分身 哦呦 Fly一看到剑身 看见自己的赶紧回来 救一下自己的兄弟 好这一波 120 EV2 看看能否打赢 升级时到了二级 二级之后 要不要升个无敌 大法师的话 二级爆空血砸下去 好 想KK剑身 也赶了过来 这一波 双方开始映录了 毁灭 现在不太好处理啊 火枪的数量有点少 猎头的话又比较的脆 好 英飞民兵 敲了出来 这一波 大法师被逼咚了 完了 大法师被逼咚了 一丝血泡里面去 那另外一边 冥兵的话 我有面对这个毁灭 完全没有好的办法 小KK的剑身 哇 极限分身 又是逃出了升天 大法师找了个不错的位置 暴风雪一砸 火枪的数量也攒到四个了 看看能不能秒一个 哦 这边先知 哎呀 先知倒了 剑身 还是稳住了呀 剑身 哪个是真身啊 真身在这 分身的话 在这里疯狂输出 这一波的话 不赖 先知倒下 冰飞 大法师倒下 就留下两个二英雄 两个二英雄 面对对方四个完全体 有点扛不住啊 小KK剑身 升到了五级 我有 这个五级剑身 确实猛 好 那加秒掉 喝多 倒下 吐出奏物 那这一波的话 兵败 如山倒 我 恭喜 小KK 还有120 我这一局确实 一波三折啊 打得贼刺激 在被队友被TR掉的情况下 120果断 选择微微就招啊 后面慢慢发展 居然EVR打赢了 我们恭喜120 还有小KK 嗯 取得了本场对抗的胜利 当然 最后他们也是拿到了冠军啊 非常的强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